我当年学佛 是跟 方东北先生学哲学 他给我讲的哲学概论 最后一个单元 佛经哲学 告诉我 释迦牟尼佛 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 佛经哲学是全世界 这学的最高峰 后面告诉我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我是因为这个 才把这个过去那么多的误会 化解了 以前不知道 以为佛教是宗教 而且还以为他是低级宗教 读神教 犯神教 什么都拜 迷信当中的迷信 所以 从来不记错 老师我已说明白了 这小的这里有高等哲学在里头 学了这么多年 现在知道了 不但是高等哲学 高等科学 今天科学 哲学上解决不了的问题 全在佛经里头 这个四世真相 不可以不知道 你说一般人对佛教误会独身 与佛教本身 没有损失 误会的人损失可大了 他不接触 他不肯学 那学佛有什么好处 好处太多了 现前所得到的 那就是方老师说的 人生最高的享受 换一句话说 孔老夫子讲的 虚而实习之 不亦悦 快乐 用佛经上说法 长生欢喜心 发喜充满 你看你多快乐 多自在 多幸福 这些快乐 与富贵 毫不相关 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实现 他是王子 十七王位 出家修行 一生过苦行生的生活 我们叫苦行生 实际上他是快乐无比 他哪里苦 我们看到的好果 一天吃一餐 三一一搏 吃着绝 你看这个 到过流浪的生涯了 一生也没有个道场 哪里有缘 就到哪里去 快乐无比 树下一休 日中一世 真自在啊 从这个地方体现出 那人家身体的金刚不坏身 这是将你自身地享受 居住的环境 山和大地 什么灾难都没有啊 有福的人吗 他老人家带着这些学生 你看经上常说的一千二百五十五人 这都是大福的的人 富人居富地 富地富人居 所以他不在一个地方 他到处去旅游 让每一个地方都变成腹地 叫大慈大北 我们 我们 没能少少深入 对这些境界是完全不了解